花友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每年的3-5月份都是植物生长最快的时候 靠南方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广东广西,海南,福建 正是三角梅开花最为旺盛的季节 在北方有些地区的三角梅,花芽也已经蓄势待发 春天万物复苏,花卉从寒冬中开始苏醒 慢慢的进入生长期 在这个时间,它需要和吸收的养分是最多的 因为它本身的活性也是最大的 比如千叉、嫁接、施肥都是在春天进行 同样都是养殖三角梅 有些花友的三角梅开花就比较多,花期也比较长 有的花友养着三角梅开花就比较短,开的花量也比较少 这就是跟平时的养护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施肥,每年的穿天是否给三角梅施肥,施什么样的肥 这些都会影响到三角梅开花的数量和开花时间的长短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关于三角梅春季施肥的一些小知识 要想三角梅在一整年都有好的状态,开出更多的花 在春天它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给它施肥是万万不能少的 越是开花多的植物,越是要给它施肥 而且施肥也有技巧 不能很随便地把某一种肥料撒在它的花盆就不管了 这样乱施肥的方式不但起不到好的效果 还有可能给三角梅带来伤害 比如在冬季已经落光叶子的三角梅在还没有萌芽之前千万不要给它施肥 因为它还处在一个休眠或者是半休眠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间给它施肥的话就会给它的干系再来复杂 所以不管是你想要给它使用什么品种的肥料 都需要等到它发芽以后再进行 再就是每个街道的三角梅使用的肥料品种也不一样 比如三角梅在穿天刚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给它使用的肥料就是以大连甲比较均衡的复合肥和微生物菌G为主 因为复合肥的大连甲比较均衡 能够满足三角梅各种的营养需求 而微生物菌G呢又能起到输送土壤 让植物的干系更加的发达 增加吸收能力 也可以让土里的营养元素或者是肥料 让植物的干系得到最大化的吸收 这样的话整颗的三角梅就提高了抗力性 增加了抵抗力 也就达到了风花的效果 再就是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要给它使用含大元素过高的肥料 比如三角好的豆冰水也是不可以的 除非你当前的目的不是为了想让它开花 而是为了想让它快快的长大多长只条 也有的话有可能会关心在穿天 什么时候使用零三而轻甲和具体的使用方法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在三角梅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需要先使用复合肥和微生物菌G 下面我就先演示一下这两种肥料的使用方法 然后再讲一下零三而轻甲使用的时机和具体的技巧 我们就以这一颗巴西子为例 它在1月份的时候刚刚开过一茶花 经过修剪以后它现在又开始发芽和长花苞了 现在可以盖随我的镜头来看一下给它施肥的方法 供大家参考 过一段时间等它开花以后 我还会做一期视频跟进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施肥的效果 现在先来取两克的复合肥 再取两到三克的微生物菌G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然后沿着盆土的边缘开一个浅钩 大家能看到我这个盆土吗 浇水千万不要过多过勤 平时尽量保持盆土的松散 如果是实在难解不好浇水的时机 也可以等到它叶片发软之后再给它浇水 每次浇水呢一定要给它浇透 千万不能浇半解水 我们现在把这两种肥料均匀的撒在花盆的边缘 然后再给它盖土 最后再给它浇一次透水就完成任务了 以后的浇水呢 也是遵循这种浇水的原则 不干不浇浇的浇透 试完了这次肥料以后 大概再过十天左右的时间 再给它使用一次零三二清假 像这种一发芽就带有花苞的三角煤 可以用来给它灌根 如果刚刚开始发芽 就是叶片没有花苞 最好是叶面喷湿 好了 今天有关于三角煤的春季施肥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我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